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今天不介绍星球充气 再让子弹飞一会 因为我想看到九流成河啊 啊不是啦 其实本来今天这款 我之前就已经有在准备了 那内容其实也不算多 很适合让各位轻松观看一下 嫌疑之王 游戏开发商是中国的豪腾创想 游戏名字可能各位没什么印象 这是我在上个月整理中国区营收的时候 当时这一款是排名在前20名 外交我每次都会去看看最近的流行趋势 所以挺好奇当时这个突然窜出头的鬼东西 游戏在去年年初推出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这么热门 但后面通过中国的微信跟买量 把营收冲上去 而实际打开以后 我越玩越熟悉啊 发现它就是一款完全抄着别人的模板 而且精简后塞入课金机制游戏 玩法其实很快就能讲完 就是点击收拆放着课金 没了 你说这样太快了 我故意的 因为这真的没什么好讲的 就是把别人游戏简化后的产物 玩家不太需要烦恼 看到哪边红点亮了就点哪里 比一般的换皮放置还单纯 也更容易养股圈钱 甚至还因此上了新闻 这种看似小额的储值金额 累积起来也是比不小的消费啊 有时候如果要使用者一次掏出一大笔来课金 大部分的人可能会犹豫半天 但如果只是几块钱 反倒会觉得无所谓 可能还会觉得便宜根本赚烂 薄力多效 预约机量 一直都是厂商用来割菜的最佳手段 也因为这波钱来得太容易 让厂商食谁滋味 甚至还有一事该公司的子公司 接换皮推出另一款游戏 各种街棒捞钱啊 未来再有什么闲牛之王闲珠之王 把生肖新作动漫电影等 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换上 根本就是毫无成本代价的炼金术啊 跟那些仙侠MLO 3000人8年8亿的量产 有87%像 其实还有什么类似款 像是王者猎人 也是大差不差的类型 而这也是中国的老问题了 厂商很常利用资讯不对称 来搬运外国的游戏 加点课金跟修改后 就能抢先上架 该搭配大量的下载平台跟网站来刷流量 然后买量沙尔下去 就能把一堆人诱骗进来 但是我没有去深究 这套玩法在中国是谁先带起来的 但我知道这款的原型 是一个之前我提到过的游戏 来自西班牙公司 Big Square开发的 《差不多英雄》 《Almost a Hero》 游戏是在2017年上架 也是这种采用可离蟹放置的玩法 玩家可以透过点击萤幕 来施放攻击协助战斗 关卡会不断自动推进 但如果你发现现在的配置 打不过关卡后 就可以透过重置当前进度 将获得的资源用来强化直升 并调整上架的角色跟技能 再次踏上下一次的放置之旅 一种转身的概念 所以它其实最有意思的 就是在玩家出发前的策略配置跟角色的选择 我当时也玩了一小段时间研究过 而且游戏本身也没有什么课心点 非常适合打发时间 但毕竟放置到头就是很容易腻吧 玩家游戏的画风其实也没这么讨喜 所以玩着玩着就找不到上线的理由 最后就默默退坑了 另外还有些类似游戏 像是2014年推出的点击泰坦或者点击英雄 都是采用这种很简单的游戏方式来吸引玩家 但现在这种方式的题材 若我们有配上个二次元 射途 战力数值 PPP 抽抽抽抽 其实是很难吸引玩家入坑的 大多数也都是沦为消遣的小游戏了 毕竟除了美色以外 让人与人斗才能激起更高的消费欲望 结论 几度风雨几度秋 厂商换皮 不成仇 千辛万苦 为钱等 为了消费 不保留 目前这款游戏台湾还没有开始打广告 没意外的话应该会是给义亨代理 虽然它里面没有大奶奶 不过一直说自己是18斤的垃圾双城 和诱骗老色批预约 但现在够简便跟无脑 操作门槛低 而且可以配合市场的快速克制化 尤其台湾在某方面的资讯 其实也是蛮代义化的 抖音响 收入白养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